其实人生就是在梦中 晚上我们做的是黑夜的梦 白天我们做的是白日的梦 晚上的梦容易醒过来 但白天的梦很难醒过来 因为白天我们以为是真实 实际上我们也在做梦一样 醒来的称为觉者 还没有醒来的人称为迷者 最执着放不下的 实际上就是对你人生最大伤害的事物 如果你放不下钱 钱一定会伤害你 如果你放不下的是感情 感情一定会伤害你 你放不下孩子 孩子就会伤害你 所以不动心要放下他 心中才能过关 能让自己快乐自在 这就是聪明和能干 能让别人跟自己解脱烦恼和痛苦 这就是智慧和慈悲呀 台长 要跟大家讲 我们 时间已经过了 不能再讲了 没有时间讲了 最后再告诉大家 人间都是像在做梦一样 你在梦里你想怎么样 怎么喜欢 再怎么恐惧 他终归会有落幕的一天 所以我们在人间 不管穷啊 富啊 再怎么样好啊 坏啊 实际上当我们眼睛一闭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的梦就是开始 结束 真正的 你 开始生活了 所以穷也落幕 富也落幕 开心也是空 烦恼到底也是空 犹如草上的露水 瓦上的霜 都不长久 所以世界万象都被无常控制 因为一切都不会顺着你的意念走的 只有我们人要学博 只有依靠菩萨 只有好好地将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善良和慈悲 那我们在人间才会有无尽的伐喜 我们才会在人间变得越来越顺利 要想成功顺利的人 就要学博 就要变得越来越善良和慈悲 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一颗智慧的心 有一颗慈悲的心 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 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早一天变成大同世界 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早一天变成极乐国土啊 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讲就讲到这里了 还有一位非常精彩的发言之后 台长马上上来给大家看图腾 不管你们过世的亡人和家里的情况 还有身体的情况 都可以看 刚刚我看见一个老伯伯坐的轮椅 他以我我的手就是热泪盈眶 我也是很感叹 人生啊 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一辈子为儿为女 最后落到这个下场 所以一定要想开 一定要想明白 人生无常 但是我们的心向着佛 拥有慈悲心 我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长久 所以只有佛照着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才会在人间过上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